今天就想拍一段影片和大家分享这三十多年 特别是三十多岁后自己学到的十样东西 Hello 大家好 我是屎嫂晴晴 我今天37岁啦 其实真的很难得我可以这么傻眼地 这么大声宣布自己已经37了 没错 是迈向40的这个 还有几年了 我昨晚跟老公订了一晚酒店 来享受这个难得的二人世界 所以刚刚起床 连妆都没有照片 头都没有什么 就立刻起床上拍这一条影片给大家 和大家聊聊聊天 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觉得自己的心境各方面都有些变化 所以今天就很想拍一条影片和大家分享这三十多年 特别是三十多岁后自己学到的十样东西 好 讲一讲 第一样东西 我觉得自己真的开始学会如何真正的欣赏我自己 特别是三十五岁之后 其实三十岁左右那段时间 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太大的感觉 因为很多人说二十九加一就是三十 好像有点危机 其实我三十一二岁都觉得没什么 直到我自己记得的 应该是三十三四岁左右开始 我就会开始觉得自己年纪好像很大 不敢去跟别人说自己多少岁 因为她觉得自己其实都真的残了很多 特别是生完仔之后 不知道有没有妈妈会觉得 自己生完仔之后那两年 起码有两年多的时间都觉得自己又肥 又样衰 就民又多 平时又很不整理自己 出街就觉得整个人都好像很颓废 自然地把你的年龄增加了几年 刚才那种是说自己外貌那种否定自己 其实是内心也会的 因为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当你人生遇到一个比较大的挫折 或者你生活上有大的转变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质疑自己的能力 譬如大家都知道 我们以前拍YouTube都挺顺利的 好像从三段前史莱姆的事件之后 就好像突然一落千丈 自己的心情都受影响 然后你就会觉得 我究竟做什么好呢 突然之间自己做开那样东西停了 然后你就会觉得 咦?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做什么都好像做不好的 然后我就开始去尝试 做一些其他行业 去学一些其他行业的东西 例如去学Play Group的老师 去学一些关系教育的东西 去尝试去一些学校代课 都尝试拍下自己喜欢的题材 我想这种迷失和尋找自己下一步想做什么的这个过程 相当之痛苦的 都大概经历了两年的时间 但就正正在这一段不断尝试去尋找的过程当中 无论是身边的一些朋友 或者是你自己都会发现 咦?自己有一些长处 和真的做得到的东西 所以都很想鼓励镜头前面的理由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迷失 不要紧要那段时间 只要你不断尝试去找自己想做的东西的话 我想你一定会找到自己擅长的地方 和懂得真正地欣赏自己 好,第二件事我想说的 内在永远都是比外在更加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我刚才也有提到 如果我们真正懂得欣赏自己的内在 自己的能力 自己无论在工作上 或者跟人相处之上 你欣赏到自己的优点 我只是举了其中一个例子 来欣赏自己 所以当我的内在 建立了自己的自信和认同的时候 你整个人都会散发出一种自信 当然我不是说外在不重要 如果你的兴趣都是扮美化妆 我绝对非常支持你去做这件事 只是我自己的兴趣并不再于迟 好,第三件事 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年纪 真的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而且如果找到的话 就去做吧 不用想太多 我也知道香港的生活压力真的很大 而且如果你结婚 生孩子 臭小孩的时间 都占了你生活中很大一部分 可能很多人就是上班和臭小孩 上班和臭小孩 星期六就继续臭小孩 哪有时间去想自己呢 其实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位置去挣扎 因为当我长年这样做的时候 我真的会发现自己都真的会不开心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十分着迷小孩的人 我也是一个需要有自己空间的人 有时候好像被压住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其实我们真的要安排时间 腾时间出来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自己其中一样 就是去见朋友喝咖啡 或者去聊天 去喝酒 那种喝酒不是酒吧那种对酒 而是跟三五知己一起喝酒 聊天 还有可能会聊到凌晨2-3点才回家 我就会很满足 第四件事我想说的是 要好好珍惜和经营和家人和朋友的关系 因为我回想起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 其实真的有很多朋友 因为那时候有中学 大学 又刚刚出来工作 然后还有教会 其实圈子有很多朋友 我记得我有一年大学生日的时候 都收了二十多份生日礼物 是的 很夸张 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到三十多岁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朋友圈子 是越来越精华 就是以前那些嗨嗨朋友 在大学已经不见了 然后你出来工作几年之后 慢慢慢慢有些朋友 就会少了联络 然后到现在 其实有些朋友 几乎没有什么联络 我都不会主动去联络 又要常常见面 那种的 因为我发现自己 都会越来越享受 一个比较近的朋友圈子 就是跟我见面吃饭 特别是最近生日 我约我出来吃饭的朋友 都真的一见面 就可以聊很多很多很多个钟 就是当你吃饭的时候 就是你身边的桌子 不断换着 但是你聊聊天后 你会发现 咦? 那些人呢? 而且到三十多岁 你还这么朋友 代表你的价值观 真的很符合 特别有些事情 是互相支持大家 曾经一起经历过 一些风波那种友谊 又或者他陪伴你失乱 经历感情人生上 很大的挫折 这些朋友 说不定就是你一世的朋友 所以记得要好好地珍惜 好 第五件事 我觉得自己是 是学会说No 如果在地铁和巴士 如果你遇到色狼的话 你会怎么做 但我曾经遇到的时候 是完全不敢出声 那时候我是中学生 其实我平时都会练习 提醒自己 如果当时真的遇到同样的情况 我会怎么做 第一个人要大声地说 你做什么 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弱 我有一些朋友说 他会用相机拍摄它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女士 都可以事先练习这件事 让你真正用得上 可以保护自己 好 接着第六件事 这件事是特别分享给有小朋友的妈妈 就是我现在问你 究竟老公和小朋友 你觉得哪个比较重要呢 你可能会觉得 这个问题这么难的 手心手背都是用的 但对我来说 我是有答案的 因为我觉得老公是陪我一生 一生一世的 而我的小朋友去到18岁 二十多岁 他会跟老婆住在一起 说真的 他人生里面大部份的时间 都真的不是陪我 所以我的答案很明显 我觉得 老公比较重要的 当然 你会除了 你现在花这么多时间 在你小朋友身上 什么都帮他做 又去换片 餵饭 餵奶 我现在常常会担心 操心他 你只是只是嘴巴 但不是 因为他真的小 他真的需要这些 生活上的照顾 我都很想他快点 大过独立 然后不需要我来 所以我常常都阻挟一些时间 又安排一些机会 和我老公相处 和他真的有些单独的时间 其实反过来说 如果你跟你老公 关系好的家庭 那小朋友一定很开心 他都会在一个 幸福的家庭里面长大 对不对 所以真的很想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花太多 心思时间 很专注在小朋友上面 而分立了 和老公之下的关系 其实到最后 都是很容易得不常失的 而且当你自己 花太多心神 在他的身上 其实你自己都需要 被外护被照顾 而最可以满足到 你这个需求的 就是来自你老公 对不对 如果你说 我现在已经和老公关系很差 甚至要离婚 当然这条意义就不适合你了 大家记得要好好重视 你和老公之间的关系 其实老公关系 关于夫妇相处 我也有点心得 以后有机会再拍片和你分享 第七件事 就是很想大家继续 保持你的好奇心 去体验这个世界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去多些旅行 去看看这个世界 特别在你生孩子之前 因为当你生孩子 真的没有那么自由 而且对于我来说 我以前是一个 对历史文化 都完全一点都不感兴趣的人 但是当我去到英国的时候 去到大英博物馆 居然可以走一天 听了很多很多不同国家 以前的历史故事 我都非常有兴趣 感觉自己的品味和人生智慧 都是有提升的 所以也鼓励大家去探索 你以前不会做的事 你会发现这个人生会丰富了很多 这个世界原来是很美妙 很广大 很多东西值得你去研究和学习 我想世界都美好了很多 好 第八件事 其实我学到的是 不需要讨好别人 最重要是自己喜不喜欢 因为这个世界实在多了很多 很多人 是喜欢批评别人 是喜欢把自己的快乐 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或者是透过踩别人的一脚 而得到自我的没足感 但其实这样 她的内心更加的空虚 更加的讨厌自己 更加的自卑 但我们偏偏就很容易 因为这些人的眼光 说话可以影响到自己 但其实这些人在我的生命里面 根本就完全不重要 当然我刚才说的 我自己曾经遇到 太多太多太多的恨人 我会发现 我将我的心情和心思 用在这些完全无关重要的人身上 简直在你帮忙废话的时间 所以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 都出现一些这样的人 无论是你的工作 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一些很大的家庭的关系 有些人对你指指意 整天都会批评你的话 天气没有太多的时间 在这些人身上 有些时候甚至是不需要和他计较 因为你怎么说他也是不明白的 直接你不需要花时间想去说服他 因为你一个人 真的很难去改变另一个人 所以你过好自己的生活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成为你喜欢的那个自己就足够了 第九件事 我想说 无论你经历过什么不开心的事 人家怎样对你差也好 我想说的 我们都要保持善良 千万不会因为那个人很坏 你就变得跟他一样那么坏 有些事情人家做得出 自己真的做不出 何必扭转了自己的性格 做一些令自己不开心的事 无论如何 我相信做一件对得着自己良心的事 而不是活在黑暗邪恶里面 自己的人生是比较开心的 虽然有时你真心做好事 反而会得到一些不好的结果 那一刻真的会令你后悔 为什么当初我要这样做好事 但其实你的人生做好事的时候 其实你都会遇到很多好人 千万不要忘记所遇到的好人 或者是好的结果 所以继续保持一个善良的心 好 接着最后一样第十件事 就是身体真是很重要 以前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绝对不会想 身体很重要 好像耳边风那样 但到现在语众生长 都要说一句 身体真是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到现在三十多岁 我身边真的有不止一个同龄的人 是有患上癌症的 当然啦 有人是治好了 有人最后是过世 而且就算未去到癌症 即是恶性的肿瘤 其实我身边很近的朋友 都曾经发现过一些大大小小的肌瘤 一些粮性的东西 包括我自己都曾经厌过身体 当然我最好幸运是无事 而且大家见不见到 我下巴其实是很红的 整天长期都爆瘡 其实都是明显 身体里面的消化系统都不太正常 所以这一年我都注重了自己的皮肤很多 当然我刚才说 我不是一个喜欢化妆等等的人 但其实我都需要保养自己的皮肤 你皮肤好些 你化坦妆 或者你不化妆出去 个人都会自在一点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半年 竟然每十天就去做一次肌瘤 我想说我以前是很少很少很少 极少去做肌瘤的人 而我真的相当极致勤 我很欣赏自己 当然啦 主要是因为我找到这间的美容中心 最令我放心 就是它一点都不压售 而且这个美容师他真的很努力 帮我清除我皮肤上面的很髒的东西 你们看一下就连针清 我都针清了差不多八个字 这次 去到大家已经成为了朋友 要给我一杯茶我喝一下 然后他知道的目的是想保养 而不是要做很多很多的衣美 就是那些很厉害 很高能量的仪器 所以我基本上大部分时间 他都是做那部细胞机去保湿 所以跟他们做到很熟之后 我都很不介意在镜头前面 帮他们买一点广告 因为可能都会遇到 如果像我一样 平时真的很少做妥妆 也不知道去哪一间做的 又听过很多美容中心 很压售的案例 自己都会害怕的 如果你真的像我那样 是想解决一些皮肤上基本的问题 比如很肝 有肝纹 有时化妆不准妆 那些 纯粹是由一个保养的角度去出发 那我就好介绍他这一间 今次我生日他还送了一个胶原枪 放心 这个枪不是那些 哇 雷射那些很厉害的 去刺激你的皮肤 他纯粹是发挥了一些能量 去刺激你胶原 自己增生 我用过 都觉得一点都不痛 而真的 即时有胀膀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前后的对比套 而是不需要打针 去注射一些东西 胀膀 个人会看起来年轻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的 而且未来我都会去做身体检查 因为现在一至两年一次的身体检查 真的很重要 好了 那今天都和大家分享了十样东西 亦都是出自于自己真心的人生的总结 那现在和我老公住完一晚的酒店 昨晚我吃了个大餐 那今天就是找儿子去玩 等他陪我庆祝生日 那这条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给个大大力的like 有什么想说 或者有什么呢 新同感受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